這個位置是天耀村 有一個巴士站 對面是警署 這個位是警署 這裡有一個鳥籠 鳥籠,有一條橋 可以過天城 走過去 天水圍很久沒來 選了一兩個位置來拍攝 選不完 每樣選一些 這邊是警署 忠誠勇毅 這裡是輕貼軌 四通八達 據說萬城都是這樣的 我想樓不會這樣起 這麼高這麼密 看來真的挺高的 大廈 列車經過地面會震 好可愛 這裡天城很大 近一點就是天水圍站 最升塔那個位置 最升樓那個位置 這裡已經看到了 其實這個也是大村來的 所以就選擇來走 街市也會繞一下 OK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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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城就走半個小時左右 沒有什麼計劃 總之就是一個商場 這樣就直接繞兩個圈 下街市 看看這裡的民生情況 就不預計有什麼特別的東西看 一個賭武商場 好 看看 咦, 不過我想先下街市 先試一下 今天是裝束 我也是短走 下街市看看 咦, 火在下 進去 下樓梯 先看看 一條村莊的靈魂 不知道要不需要安心出行 因為領展場就不用 它不是政府那些場 但是過星期四 可能全部都要 先觀察街市 看下樓梯 平恩縣 519 518萬 一房地鐵園 428萬 未補你 看看 買不來 哈哈 很誇張 樓梯 嘩, 這裡很大隻蟹 看看 這個是天聖街市 天聖街市 因為我剛才 乘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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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六點鐘 因為我免得搭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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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挺舒服 領展場通常都漂亮 這裡賣魚 海鮮 很整齊 很簡潔 現在人流不算多 右邊這邊賣肉 凍肉 凍肉 那些東西 這個街市 就是 一個社區的靈魂 什麼都沒有 可以什麼都沒有 但不能吃 可以吃就糟了 所以一定要整齊簡潔 英俊方便 富如樂性最好 有些魚 鱼很美 那些魚 鱼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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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的鱼很整齊很美 現在可以用完工了 有些鱼不可以的 現在有些鱼不可以的 現在有些街市 但不是鱼有生意 而且好像有一套制服 那些魚 鱼很美 很乾淨 因為它的去水位可能做得好 很多海鮮 有些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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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肉蟹 我還沒想到這麼大 有些蟹 加拿大肉蟹 多少錢 188公斤 應該兩斤重 兩斤重 即是300元 300元一隻 可能一斤重 一斤至兩斤重 很大隻 好像異形 我沒見過這麼大隻蟹 神經病 神經病 很大隻 很大隻 龍蝦 龍蝦很貴 長角蟹 368元一斤 這隻是368元一斤 應該要幾兩斤重 幾兩斤重 我想六七百元 很大隻 天水為人 天水為人 這麼吃不下 這樣又買 肉蝦 神經病 魚是給誰吃的呢 給巨人吃的 魚很大 龍蝦 龍蝦 很多 全部都是貴 海鮮 海鮮 我沒見過 海鮮 很厲害 海鮮 還要選不生氣 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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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玩笑 應該買2、3隻 海鮮 一隻 拿到要超過 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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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 还有一些 都齐的,而且真的很舒服 以街市来说,真的很英俊 无限可击,肉档很齐 豆腐、鱿鱼、后发腌 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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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有些人收铺 做一招可能都会收工 先拍下街市 鱼蛋牛丸那些 麦鱼丸、海胆丸 芝士丸、牛扒、豬扒 物质相当丰富 一堆冻肉 喜欢吃面的也可以 这些面也多,很多款式 粗面、牛扒 米扇 米粉 面饼 喜欢做什么面都可以 前面反而人多 这个位置没什么人 很富有 神经病 神经病 哪里吃得起 主公 不过应该是给家湖山庄的人 吃 那些扒也贵 很漂亮 我见到腌肉都很漂亮 腌肉 我觉得 少少鸡扒 它腌得挺好 颜色很漂亮 我觉得 就算不好吃都觉得 有别人 看看可不可以通过去 先看看 哎呀 有保安 幸好 没有周固 有时你不知道 是吧 试过领展场给拍摄 所以都避开那些人的耳目 做鸡拍 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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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受欢迎 看到就很热 很多很多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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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天保手撕鸡 有手撕鸡 吃 这边有点草莓 还有烧尾布 安泰烧鸽 烧鸽 烧鸽 OK 不错 我也挺舒服 这个街市 不会觉得 我一到来就讨厌 肯定不会 像我落库的牆 但又比落库 那些东西很精彩 我没见过这么大只蟹 那些是Discovery Channel 那些是海洋生物 你应该没有在天水位 是唯一吃的 面包店 那我走到这边 袋子那些 水竹馆 水竹馆 剪头发 可以了 元宝蠟燭 看这里底部的位置 是去哪裏的 看一看 OK 爆点 一间寿司店 一间寿司店 叫做鲜鲜 不是它是真鲜 挺漂亮 价钱 这盒是34元 小小盒 这盒是45元 34元 速盒 我觉得比真鲜 这盒不是贵的 这盒是65元 这么漂亮 也只是65元 值得了 65 也做得挺漂亮的 我觉得 不错 还有一间熟食当 可以吃车体面 这边 也不是贵的 2送20元 3送25元 4送30元 5送35元 6送40元 6送到40元 这么便宜 那边说到5送差不多50元 那边有一间 银龙 每间屋邨都有 就 比较普遍的 男店 OK OK 这样直接推出去 再统进商场 这条街有名 叫做天城立食街 可以站在那里吃东西 这样 2送饭 加常便饭 2送34元 OK 有间牛杂粉面 OK 有间 即是必有的 荣少 喇沙 Chiperlin Auto 好 好 看看对面 天药村那边 慢慢入夜了 拍了街市 非常之好 茶星人 哦 也是淡仔 可以 天城很齐 好大间 好大间 你看到很深 好叹 好叹 这间店 事前好 有很大间 真的 OK 淡仔 淡仔也有大间 OK 试试正正正 晚上还没有人吃 我认为假日便会被爆 找个位置上去 这里的立法会议员是尘浩杰 还有曾丽文 曾丽文 曾丽文就是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尘浩杰 尘浩杰 尘浩杰 就是 刘王法 有人说刘王法的儿子 刘什么 刘蟬 就是这条 是这样 好了 上完家庭 就上去二楼看看 找一条路上去 很可爱 天城 这里 对 这边一条梯可以上去 逛一逛商場 應該一樓就是街市 二樓就 商場 應該是商場 這個街市也有點驚喜 我頗喜歡這個街市 我逛街市也很多 算不算是最美的街市 我想都是數一數二 我想最美的街市在哪 可能是他 不要開玩笑 樂副街市也很美 但如果再美 特色的話 特色的話是大舖區 大舖區那個不漂亮 但很特色 很舊式的街市 很多人的 商場 很典型的商場 我想觀眾反而不太喜歡看 喜歡看一些 特色古舊的東西 知道大家喜歡看什麼 Joyful Electric 電器舖 這裡有個庫林 旺公 所以專門就是有個編排 專門有街市也走街市線 當然這些就是讓我休息一下 通常看完街市那段的人都走 剩下一些比較大黑粉絲 就在這裡看這一節 OK 十五九 好大間 都好大間 七五九就變了買酒 好大間 七七折 這裡也有一間餐廳 叫做外攤軒 簡體字 簡體字 是不是簡體字 外攤軒 搞片貨 都有簡體字 有餐廳 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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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一定不特別 寬堂 舒適 沒有特別 天狐 有些 賣藥材 藥房 欸 有些 那 你 你 线浪 很大间 弄的灯色都很漂亮 这边 曼宁 日本城那些 这边 再放进去 有一间阿波罗 阿波罗雪糕 这边下去 应该下去 街市 刚才街市的位置 这边看出去有什么看 看一看 这边都黑了 看不到东西 这些大厦 很多人按钱 结构也挺简单 再继续一会 看看有没有路 没有路 没有路 很圆 我不是扭了一条路 还未走 这么小的位置 好像一个 西谷下面 这边是否有路 我去研究一下 这边是餐厅 做的灯色很漂亮 很漂亮 充满 充满吃饭的气氛 看这个位置 这边可以看回到街市的位置 可以看回到街市的位置 都差不多了 应该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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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特别 我都找路走 补拍多些少少 这里就街市出回来 其实会进到屋村里面 屋村就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天性村 没理由来到天性村 不影响村 村就不太期待 所以 就愿意拍几个大外景 走 万家灯火 令人沉思 究竟人的价值 香港人的价值是什么 在于 你想成就是 好像矮歌正主 正转的 一个矮斗 住在里面 矮都很囤结 而且很努力 如果用一种性质 真的是矮 矮文 真是矮文 去形容香港人 都会很相似 猪都一般 香港人真的很喜欢上班做事 好像工艺 猪就不喜欢上班 都挺漂亮 感覺都舒适的 这些花盆位 都做得挺漂亮 这些花盆位 都干净 这些花盆位 都干净 这些花盆位 这些花盆位 这个地方都干净 一个水池 可以的 一个水池 不是很漂亮的水池 但是 那些景色就差不多了 就比较密封 而且 又是压迫 你看不到一些 郊外的景色 只能看到一些 樹木 前面有一班 在捉棋 在捉棋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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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班 都没有东西 整班 整班 都没有东西 在捉棋 在捉棋 可能年轻人很有贡献 老了就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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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挺漂亮的 这个位置 都挺漂亮的 又可以变成沸青 人到中年 好像我那些 又可以躺平 废中 废路废中 废青 都齐了 都齐了 好像日本 以前的迷失年代 香港 現在 它不是不漂亮的 它們都很漂亮 有些 淡黃色的 燈光 滲出來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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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壓迫 你想看自然的景色 這裡有一個公園 望上天空 就多了一片扭境 那些人都住在上面 都有一些公園 可以逛逛 都開心的 這個位置 都很開心 這個位置 都挺大的 因為現在我教50FPS,理論上它收光圈的東西會小,快了,就會變短了,收光短了,就會變小了 但仍然看到很光,很漂亮,它的燈的佈置是挺漂亮的 也挺有藝術感的,這個村子挺獨特的 這個位置就是天聖縣 走到中間的位置 這個位置沒有什麼人走,很有趣,有些漂亮的位置就沒有什麼人走 這個位置也挺漂亮的 它都開了燈,有點像啟晴村 新屋村,它也是很漂亮的 有條路好像動畫一樣,人你進去 千雨千尋 它只要懂得攪拌,攪拌一些氣氛,或者是做一些 比較傳統一點點的,這裡也變成打卡位 它也懂得攪拌,我覺得這個涼亭也很漂亮 但是就沒有人享用的,一到夜晚 好像這間小屋子一樣很漂亮 這裡也挺有藝術感 這裡還有一個天窗 有些設計的 有些設計的 旁邊呢,如果一天休息也會看到一些草 很多樹木在這裡 幾舒服 晚上就看到一盞一盞燈 好像引你條路一樣 這個就是屋村的Lobby 屋村的Lobby 這麼有趣,不能走出去 這裡是迷宮 OK 多走一段 很舒服 這個屋村做得很舒服 這個屋村做得很舒服 即是那條輕軌 比較繁忙 但這個位置已經很舒服 好像公園一樣 雍聖國 聖旭國 聖旭國 好 OK 好漂亮喔 整條路也好漂亮 這裡 有些 有些圍欄圍住 那條路 嘩,燈都漂亮了 一盞盞 我試一下教25片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不清楚 這個25片 有些圍欄圍住 作為最後的結尾 可能會光一點 還是暗了一點 不過已經好一點了 可以看到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裡挺有藝術感 某個角度都很漂亮 我為何覺得 它又不是殘舊 不像那些舊屋村 然後很多位置都沒有人去玩 那裏還有一個良品位 我走到那邊 我覺得那些燈光很明顯 它是有設計過的 是不斷一盞燈 引你去另一盞燈 我覺得挺漂亮 引引一下我都走到最後這個位 也沒有什麼人 這樣很舒服 很舒服 有時候想沉澱一下 這個思維 外面的街市也好 那裏也好 那裏也好 就是 鷹鐵那邊也好 這麼繁忙 這裡就很漂亮 最後這個位置應該也 外面有球場 有一個這樣的位置 球場我都不知道怎麼走過去了 嘩,這裡很舒服 因為沒有什麼人 感覺上很舒服 出奇地 哇,你看 燈光光了 先拍到這裏 這個天成縣 多謝收睇 我們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 好嗎 我們在這裏 我們來拍到這裏 看著這裏 感谢观看